好的 進入到第二個小時的音樂狂想曲 我是每個禮拜天早上8點到11點 在《擋不住的魅力KissRadio》空中 分享好音樂給你的樂咖DJ楊淳 今天剛聽到這首歌曲是 今年8月20號發行的 2013高中原創畢業歌合輯裡的歌曲叫做《拼圖》 這也是繼去年代曆鼓校園風潮之後 歌曲風箏之後再度把一群優秀的同學集結在一起 然後完成的作品 而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其中四位 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來到節目當中 先跟大家say個Hello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畢業於中港高中的翁子祥 哈囉 我是畢業於家群女中的肖慈惠 大家好 我是畢業於新竹高中的鄭立成 大家好 我是畢業於彰化高中的施俊忠 好 其實剛剛在聽拼圖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有聽到立成還有俊忠慈惠的三個人的同學 三個同學的聲音 那至於紫祥的部分呢 是作詞的部分嘛對不對 對 那一開始你們是互相認識的嗎 一開始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透過這一次的合作才認識的 對 好 那說到拼圖這張合輯呢 其實和去年的風箏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對 他是有增加了不少同學 那這個也要請是紫祥嗎 紫祥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今年跟去年的不同 呃 今年跟去年的不同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就是有公開申選的部分 呃 去年的話他們就是自己發起的一個活動 所以就是自己去邀請一些學校來參加 那今年的話就有在網路上公開 然後就是讓全國的高中高職 然後大家都來投稿自己的原創畢業歌 對 我們最主要強調就是原創 對 因為去年 呃 風箏是15所學校 然後有53位同學 今年的話增加了3倍同學 因為有33所學校 有232位的同學一起參與這一次的呃 創作 那呃 是不是這一次跟去年的話又不同的地方是 它有加分組的部分 呃 去年跟今年都一樣 我們都有分成作詞 作曲 唱歌 MV 就是分四大組別 然後來進行整個畢業歌的創作 嗯 那至於其實這一次的拼圖這個主題 這個呈現的概念呢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集結了所有的 像是台灣不同地區的 很喜歡音樂的年輕人 然後就這樣一塊一塊把它拼湊成一整張專輯 是我蠻喜歡的 那這個概念是 呃 是同學們發想的嗎 就是我們作詞組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就是先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主題 然後來延續風箏 然後又要有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們想到的就是拼圖 就是像主持人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集結了很多地方的學校 然後拼成一個最完美的合集這樣 因為其實我看呢 這整張專輯我覺得很像畢業冊的感覺 有沒有 你們自己有覺得嗎 我們當初就是用畢業紀念冊來 就是發起這個歌詞本的作 這個想法就對了 對 好 感謝前面